Hello,大家好,我是Fayup 經常都會跟大家介紹京商,Mini-C 和Mini-C相關系列的東西 其實我為什麼會突然介紹這東西呢 因為我自己去看看 偉高的TC01的狀態是怎樣 所以進來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不知道 偉高都有份最主要的 Smart星的代理 當然他有代理很多其他 沙漠、Firmware Update 你也看到這裡有 他也有很多不同的杯賽等各方面的東西 他有一個拆開的網站 即是Tameo 網站 你會看到Tameo 現在有什麼Line-Up 有很多人會留意這輛 這輛貨櫃車 我看到很多貨櫃車有的 6,600元 好金 玩貨櫃車的棍本身Surve 比較多 因為又要上上下下下下下向下下上下球 要閃燈 許多古怪怪的東西 在街上都很有趣的貨櫃車 你会看到它的组件是电变 我认为的东西都很大 真心讲玩这些灯 真是装灯都玩死了 这个Light Unit 我记得小时候 曾经都玩过一些拖头的东西 我记得说装灯都装到人都瘋了 不要说砌车 当然砌车的人 一来砌的时候 都是当精品一砌 二来玩的时候都非常小心 当然今晚都不会容易 开花撞损 但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每一件砌 不要说这部车本身的价钱贵 它那些什么 无论是 你想想 伺服器也要多一点 电变 遥控器 receiver 各方面的东西 都不是便宜的 那些棍子 玩这一种车 除了车车之外 其他没有什么损耗 但原装整部车 就不是便宜了 其实双星是否真的有很多东西 我真的不说 XB就是那些Quick Drive系列 买回来就可以玩了 你会看到 Body is pink The driver door isn't pink 公仔又不留给你的 那是什么呢 就代表你 好像我这些懒型 安装了一个鱼 就开始握 这一款XB的好处就是 比较快也方便 比小孩一玩就可以 但是其实 维修的时候 你一样是要装装拆拆拆的 所以 这一种车的问题就是 它又不会不撞烂的 它也不是很难撞烂的东西 所以 玩它 你说很正也行 也行 也有麻烦的东西也行 当然 你不改那么多东西 速度上不高 就会容易一些 它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 它本身就是 两只脚插充电 你不需要压外买 充电器去插 但这些充电器 其实都很慢 你要压外买 充电器 当然会快很多 说到Smart Sing 来说 其实小时候 大家都会记得 它的四驱车系列 四驱车系列 到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真是如何无从稽考 我们知道坊间上 有很多不少的四驱车场 去玩四驱车跳台 我曾经玩 玩车的时候 有些人都会 有一天 去四驱车场 去玩跳台 也会有很多 放回这些大 麦龙头凤尾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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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軸 那些 我好像现在都改到很先进 不是 我们小时候 那些车海 会弹起跳台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前至后 至摩托 改变重心 那些 某一家 我有一次 在科学园里 见过人玩 但是很有趣 很多架都飞了出去 我认为 玩这些车的时候 应该充分改装 去玩 那些圈 但不是的 其实两三个弯 可能飞三架出去 五架入场 三架飞出去 真的挺有趣的 整件事 不知道是没有准备到 还是真的 我都不懂 这个 纯粹是大家高呼 那 主要来说 是买一些 比较 入门 基本的 车 这些车 T-R-Ref 线 都 在竞争赛场上 如果大家有看平路车 越野车 大家都知道 X-Ray 是用六刀罗 那些 天下 所以 便是 推而求其知 或者一些平民化的车 例如 Lunchbox 以前的Lunchbox 是一个经典 变成了一个大粒版 再加上一个 好像 也是 以前的Quick Drive 那些 你叫入场 可以 但这个 纯粹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也有些网络 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自己就 自己兴趣 其实我今天想看回这个 我看到 原来 看TC-01 TC-01 唯高的定价是1600多 我觉得1600多的用车 也不是贵 初来想着是这样 我心里想着 1600多的用车也不是贵 但今次看到T-T-02的定价 连货 我就觉得 1600多也不太贵 为什么呢 原来一架T-T-02 现在跟价市一样 现在卖了700多 700多元 卖的遥控车 会不会真的夸了一点点 虽然 它是没有摩达 没有电变 没有电 这三个东西 通常是没有的 对比一个mini 通常是有了电变 有了遥控 没有电 当然那几件东西是贵的 但以车架来说 700多元 那是不是真的 都算是 挺划算呢 而且是交的 你不要想 但是Marsen的车 你都很难不交一下 那Marsen的车 绝技就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入场 买去改 你就死定了 改完之后 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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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深刻 很多人都中过 玩TT 玩M车 都有很多人中过 这个大幅 它一改起来 更夸张 但性能上 当然跟一般设定为竞速 竞速车来说 一定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TT02 这些 普普通通玩一下 反而不要改 只能改摩达好了 不要改 那么多 700多元 真的算是一个 挺吸引的价钱 那你从一个 售欧的角度来说 你看到很多都买了 真的 不是开玩笑 这些 600多元的遥用车 但也有很多款 如果有些朋友 不是真的好想 一来自己玩 或者跟小朋友玩 一来 可能你速度上 不是要求那么高 就是要有车车走一下 就算了 亦都要有车走一下 那会不会这样的组合 都是有得想呢 当然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我通常都会玩回 Xray T4 那些 那些玩不玩呢 不是觉得它不行 T4 硬正一点 虽然T4 也贵 鵝仔 那些 就好像真的 当你玩下去 你会知道 继续有得玩 如果你说 玩Marsing 那些 那一刻就很无人了 因为 和速度始终有很大的距离 你会看到 其实它的车架里面 这些叫做 有改装的车架 车架 这些叫做 有些选择 都是 相对都是比较 轻一点 那这个就是 要玩Marsing 要留意的地方 不过 好处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它有很多车货的车款 都是大家 可能为人所熟悉 你可能会 选择你喜欢 例如一些 Tentag Gear Porsche 很多经典款 Nansia Delta 都有 Marsing 有很多 我小时候 有很多 可遇不可求的车款 那些 会很喜欢 例如190E 还有一些好经典的 这些都不够经典 这些 这些 Nansia 这些好经典的车款 现在呢 都会在 既然市 在梅宝 在旺角千里达 那些 所以这些可能 如果大家追求一些 就是股息的情怀 或者 让小孩子玩一下 觉得 可能又不想去太边 都可以入手想想 因为 整套东西 如果你加个 摩达电 各方面 加加买买 可能都要2000元送的东西 其实真心觉得 又不会便宜到那边 但是 2000元送的 对比你买的 其他大的可能就已经去到 虽然是一步到位 可能都要7000元 起飙 遥控也有3000元 可能不计电变 Hobby Wing 有感摩打 又要卡 很多古灵精鬼 加上一些 入场费 加上一些工具 用得到 加充电 已经脾气了 一开始的入场费太贵 这些可能是 2000-3000元 就能入手的选择 那 纯粹刚刚看开TCT01 的时候 有TCT01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 真的 趁这个时间 可能大家 又不是真的 那么出去 附近可以玩到车的 那 这些车仔可以想想 那 它比mini仔 呢 玩起来的方便性 当然mini仔高一点 但是 有些人喜欢这些 再大的 再象灯一点 那 百货养百客 所以都告诉大家 它也有购买送货 如果你 在网上按 那 不用出门口 搞 在疫情的情况下 都会 比较好些 那 希望帮到大家了 Anyway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问题下面留言 订阅和分享 他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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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